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謝神帶領我們在晚上一起聚會,敬拜祥。 晚上我們要繼續來查考《使徒行傳》的內容。 我們請翻開《使徒行傳》20章。 《使徒行傳》20章。 我們上次查考到12節。 今天我們要從13節開始。 那我們先念13節,一直到16節這一段。 《使徒行傳》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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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節到17節這一段。 我們先一起來念。 我认识我认为我们相对 從這段經節裡頭, 讓我們看到保羅的行程不斷地再往前走, 原本他們在特羅亞的工作完成了以後, 保羅自己安排他走路, 讓其他的同工先坐船到亞索這個地方, 他們會合的定點就是亞索, 保羅為什麼走路聖經沒有特別寫, 但是他這樣安排一定有他自己的意思, 那之後十四節這樣記載, 當所有的同工在亞索會相會之後, 在亞索, 他們會在亞索, 他們會在亞索, 在亞索, 然後到米特利尼, 第二天就来到GiA的对面 第二天就来到GiA的对面 第二天就来到Samos 第二天就来到GiA的对面 保罗会这样安排有他的用意 因为路加有特别说明 整个路程越过了以无所 因为在以无所可能会担任到一些时间 所以如果在那边时间耽误了 就没有办法再五旬节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他们停留在米利都这个城市 之后当然就有一些工作的安排 那我们在这些字读的经节里头看到很多的地名 这个如果只有看圣经的文字 只有写哪里又到哪里 什么时候又到哪里 因为我们对那边的地理环境都不熟 所以有时候看文字啊 会让我们比较没有概念 那我有去查考一些地图 那我大概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因为十四节说他们亚硕会合之后 船就来到米推利尼 那这个米推利尼啊就是离开亚硕之后 在亚硕的南边四十八公里 那米推利尼啊如果以现在的世界地理来看 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国家 土耳其 土耳其 就是一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的一个海岛 那这个国家他就是在西亚这个地方 就好像以无所 这个城市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 在往上就是到欧洲啦 就是到贝利比 那这个国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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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会到耶路撒冷去 那这个国家的国家 就是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 他是土耳其 离岸的一个海岛 一个小岛 所以他只是路过而已 那之后 那之后他们路过之后 十五节就讲 经过了米推利尼 他们 十五节说他们船 在第二天就来到鸡阿的对面 鸡阿的对面 鸡阿这个城市啊 那是在连接在土耳其本岛的 那它的对面 当然就是指着 这也是一个海岛 一个小岛 那这是在现在的爱琴海的中部 那边的小岛 我们在启示录里头 有一个叫做四美拿教会 这是当时候的七个教会当中的其中一个 那因为这个四美拿教会 我们比较知道 这个教会也是在亚西亚的 这个七教会的其中一间 也是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国家 那从四美拿看过去 到这个鸡阿总共有100公里 所以这个都是 这个整个都是航海的路程 那过了这个 这个小岛的对面之后 他说又第二天 就在撒摩套岸 这样子已经是第三天了 那撒摩套岸之后 撒摩这也是一个海岛 因为他这一次 他最主要停留的地方 是要在米利都 撒摩跟米利都 这两座岛就是30公里 撒摩海岛也是暂时在那边停留而已 那之后他们就从撒摩岛又开了一天的船 就来到米利都 所以从特罗亚离开 这样子船经过了几个小岛 也开了五天的船 他们终于来到米利都 我可以看到这两座岛的船 在这一座岛的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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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利都距离乙屋所 五十公里 十六节那边特别记载 因为保罗这一次回城 不打算进到乙屋所 要越过他 在保罗的计划当中 他认为在乙屋所 时间就会受到影响 很难 因为他赶着五旬节要到耶路撒冷 所以在时间上比较赶 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保罗也是刚离开乙屋所 没有多久 尤其我们上次在查考 十九章的时候知道 因为乙屋所后来发生了暴动 造成了在乙屋所这个城市 很多的百姓 他们都受到影响 当然对教会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保罗也知道 他如果再回到乙屋所 直接反对新耶稣的人 还是会再一次的制造暴乱 那如果再回到这边 又遇到很多的问题 那时间就会耽误得越久 所以应该他有这样的想法 譬如说既然是刚离开 那他希望让在乙屋所的信徒 或者是那里的百姓 心都能够不再被搅动 没有信徒的人 他们就会恢复平常的生活 对于乙屋所教会的信徒 他们也不会受到人来搅拷他们 所以可以不用去 但事实上他后面有安排 找人去把那里的功能 叫过来 那同样的 当人过来迷你都之后 这些关心的事 还有要劝勉他们的话 就由这些乙屋所的 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带回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后面我们17节以后 会再讲到这些内容 那因为他赶着五旬节 要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回到耶路撒冷 这件事是这次回城的行动当中 最重要的事 因为这次有各教会的代表 他们也带着马其顿 跟亚开亚众教会 弟兄姐妹的爱心捐献 如果在五旬节以前能够感到 那把教会 弟兄姐妹的爱心送到他们的手上 除了让这些人得到应该有的帮助以外 这些安排的人也可以早一天见到弟兄姐妹 那这个时候 在明里都这个时候 距离五旬节大概只剩下三十天左右 尤其在过节的时候 在信仰上 在信仰上 除了对神 有该守的节日的这些规矩 在生活当中 那这些神的选民 犹太人 他们也是会借着这个节日 能够大家一起纪念神的一个救赎 也感谢神的一个眷顾 所以 那个时间很很很急 所以他们才会想要赶快把钱送回去 那这种情形 因为在之前也曾经遇过一次 以前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也曾经 在那段时间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事 那时候是在安提阿这个地方 也讲到有饥荒的事情 那时候要帮助的对象 也是在犹太的信仰 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信仰 《使徒行传》的十一章 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这一段 就是在讲当时候的这个时间 那一次是由保罗跟巴拿巴一起把这些钱送到犹太重掌老那个地方 那这都是展现主内一家的互相帮助的精神 那另外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 他也特别针对遇到有信徒需要帮助的时候 那教会应该也要就是说告诉信徒 我们如果有能力的我们就可以捐献帮助 所以在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四节以后 那保罗就在这个书信里面就有讲 因为当时候保罗他想要去西班牙 那如果要去西班牙会路过罗马 二十四节那里就讲到 我先写信告诉你们 那有人需要帮助 那你们如果愿意就把这些弟兄姐妹的爱心把它收集好 那这里头包含就是马其顿跟亚开亚信徒的奉献 那他都愿意这样子来帮助人 就是在展现出神的爱 展现出主理一家人这样的精神 所以当然也希望罗马的信徒可以一起来参与 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越过以无所的原因 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越过以无所的原因 因为我们从圣经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保罗非常看重爱心帮助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时间有限就赶快要把这些财物送到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的手里 那当然这些时间上的掌握 那针对教会这些工作的事项的安排 你有多少时间你可以做多少事 那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 你要把那个轻重环节就是说重要的摆在前面赶快去做好 那还有时间可以慢慢做的就排在他的后面 这不是说这间圣工比较重要所以他才会排在后面 不是这样的 而是根据他的时间 这个时间这个工作应该要完成 一个圣工的完成 他是需要有很多的功能很多的资源的一个协调掌握 那教会的安排者 他这些事情都要面面俱到 就是说每一项每一样都要掌握得很清楚 所以从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整个工作的安排 其实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 有时候在跟我们教会的一些专职同工 在讨论一些事情 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的计划安排上 感觉比较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那个节奏 就是说没有一个他的顺序掌握得很好 感觉常常就是突然这个事情来了 他就去做这个 要做这个又同一个时间 又这个又那个 其实有些事情他是可以透过安排 工作的安排不是只有专职负责人来做就好了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你只有一个人一个身体啊 你不可能同一个时间 你要做这个事情又要做那个事情 你是没有办法同一个时间做 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 那这个都是要慢慢学习 而且从经验当中来获得成长 因为我们教会啊 因为我们教会啊 有这个会堂刚建立没多久 那我们专职的这个团队的侍奉啊 也不到几年 那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信主之后 我们在教会里头的生活也是没有很很久的时间 在过去我们比较习惯的是 我信了耶稣以后 那教会的聚会时间我来参加聚会 聚会往往就离开 那我们就感觉我们就觉得说 我信主之后的生活好像就是只有这样 那事实上不是只有这样 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 我们会有领会的人 我们会有领会的人 会有翻译的人 会有会前带领唱诗的人 会有安排诗情的人 会有安排音响控制的影音头 你会有摄影的人 可是这个是在聚会进行当中 所需要的人 但是在我们三点到三点半祷告完之后 我们就有安排住在这里的弟兄姐妹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清扫这个会堂 每张桌子都要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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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会堂整理好了 到晚上聚会的时间门打开 我们进来 我们才会有这么舒服的环境 但是为了这场聚会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功能被安排 做了不同的事情 有时候要安排一下工作 就说真的找不到人 可是不能够说找不到人 那这个事情就不要做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住在这里的桌子 他就会这个时间做这个 然后就很忙 忙得大家都没有时间 可是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也明白说 原来教会的生活是 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参与 教会里面的工作 那我们透过聚会的时间 讲到了人 来告诉我们整个教会生活的很多的道理 那也告诉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就是进到教会 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 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一个人 所以当每次我们回到神的家 来这里参加聚会 我们不要认为说 我来这里聚会 那我离开 结束好离开 这个就是我的信主以后的生 这样子信不够的 因为既然是一家人 我们就是要学习彼此服事啊 我为了教会的这个工作 我可以被安排来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 那事实上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做了很多的事是为别人做的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安息日在之前 谈到耶稣再来以前的预备 我们有讲到三个天国的比喻 我们有讲到三个天国的比喻 那最后一个比喻就是 就是审判的时候 主人啊会 天上的神会把 人分别好像 山娘绵娘 在左右两边 那一边是可以得救要进天国的 有一边是要被丢在外面 在那边爱不切之的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得救 因为主人这样讲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啊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我们要看四十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四十节 王妖威道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请坐在我这丁修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的 阿们 这句话是 审判的王讲的话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 这位审判的王就是指着耶稣 因为这个被审判的人 他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曾经接待过你啦 为你做过事啦 所以王就告诉他 因为你坐在我的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王的身上 所以像我们在教会里面 被安排做任何的工作 如果我们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 这个又不是我的家 又不是我们家里的人 为什么要去为别人做事 很多人大概就会在那想法 那另外一种想法就是 诶 这样会有专职啊 这样这不是专职应该要做的吗 但是圣经上 他没有这样讲 说什么事情一定是谁做的 主耶稣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事奉 在信徒当中要彼此无视 要能够彼此接待 看起来好像是坐在人的身上 而且这个人还是别人啊 他不是我家里的人 那这代表说我们对神的 那个一家人的这个道理 还没有很熟 甚至我们很可能把我们信主 这件事情 看成这个这个就是 我在生活当中一件不是很重要的事 难道没有把自己融入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身 那这样子会产生一个情形 教会是教会 我是我 教会的事不要告诉我 我不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 我不会做 我不会做 这个就把自己啊 从教会里头抽出来 但是神的道理不是告诉我们这样 神的道理是告诉我们 进入到神的家 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们是在主里的一家人 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四章 第七节到十一节 这一段或许我们大家要把它堵守 那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说 原来神希望我们这样做 因为他这样子告诉他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彼得 他就这样子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这段话虽然将近两千年以前的事 可是当耶稣还没有再来以前 这确实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要明白的道理 来 我们一起来念 第七节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去念 我们一起去念 第七节 你们要不相反待,不怕愿愿,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以此不是,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广将。 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经讲, 若有不是人的,要按着神做事的力量和故事。 教神在本世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都是我们的, 知道永有本源。阿们。 这一段特别提醒我们, 万度的结局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 因为耶稣要再来,就要审判天下。 所以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 那我们只有等待,只有盼望。 那你在等待盼望当中, 你还是要有所准备啊。 这一段里头就告诉我们几件事情。 第一个,对自己就是要要求, 谨慎保守自己的信仰。 那要如何谨慎保守自己的信仰呢? 就是要接着祷告。 进行祷告这件事是主耶稣的教导。 当耶稣在克西玛尼远的祷告里头, 他看到门徒都睡着了。 耶稣就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有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想要这样做, 但是肉体真的是没办法。 但是肉体也不是每一天, 常常都是这样子软弱的,没有精神的。 但是当我们看中祷告这件事。 而且在祷告当中, 要时常警醒。 主耶稣说,才不会录了明火。 这样我们的信心, 就能够一直维持在主耶稣的里面。 那对人呢? 因为我们讲这个是对自己的要求。 那对同样在我们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呢? 第八节讲的,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 所以你在教会里头, 做了一些的事情。 我来到教会, 不是单单要领受神的话语, 神的恩典。 我来到教会只想领受而已, 我不愿意付出。 这种想法是自私的。 那自私的想法, 往往是里头没有爱。 因为他自己不会在意别人。 但是主耶稣的教导是,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想。 那彼得长老就更近不告诉我们。 而且你要真正去做到彼此相爱。 因为当你愿意爱人的时候, 你也得到爱了。 你不单单得到别人对你的爱。 而且你更会得到从神而来的爱。 那人都有软弱。 但是联名, 原是向审判夸慎。 一个心中有爱的人, 才会联名别人。 因为这样的爱, 这样的怜悯从主而来。 那对人的部分, 第二件事情。 一九节所讲的。 互相接待, 互发怨言。 不然, 这就是互相接待。 就是说, 当我们在交流里面碰头, 或是在外面碰头。 我们会彼此问候, 有属灵的交通。 在教会属灵的生活里面, 不要随便地发怨言。 感觉这个不好, 感觉那个不好, 感觉你好像每一个事情都针对我。 一天天不开心, 哇, 就大声的吵, 大声的闹。 其实在交流里面, 不需要这样。 那第三个部分, 对人的第三个部分。 第十节所讲的。 个人要照所得恩赐, 彼此无事。 这彼此无事就是说, 在教会敬拜神, 在教会团契的生活当中, 我为你做事,你为我做事。 在教会里头, 有很多的工作, 这个就是事。 我们为了聚会, 有人事先来打扫, 这就是为打扫的人为我们做事。 我们在安息日, 有爱餐。 被安排工作, 在厨房里头煮饭的人。 大家坐在会廊, 吹冷气, 听道话, 很享受。 去厨房站看看就知道了。 很热, 流很多的汗, 而且要不断的工作, 不断的工作。 煮的饭是大家一起吃的。 很多人都不喜欢去厨房煮, 大家要吃的饭。 但是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无事。 我做这个, 我做那个, 好像是坐在人的身上。 但是你看第十节的后半段哦。 他说, 这样子是做神百般恩赐的管家。 所以我们在教里头, 为人做了很多的事。 为信徒做了很多的事。 看起来, 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 你是你的, 你又不是我们家里的。 但是如果你从信的角度来看, 这是神的家, 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父亲啊。 所以, 我们在教里头做的事, 就不是为别人了。 是为我们家里的人。 那你就成神家里百般的好管家。 神家中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所以我们看到, 在判断耶稣基督带来的这段时间, 这就是教会的生活。 谁来掌握这一切的工作。 我们教会有负责任。 我们有专职, 但是专职它还有责任的工作的职责。 传道有传道要做的事。 我们有一个教务, 教会要做教会要做的事。 我们有总务的负责任, 要做总务要做的事。 我们有财务要负责任, 要做总务要做的事。 我们有财务要负责任, 所有钱财的事。 那这些人, 就是教会的一个工作计划者。 简单的说, 其实我们就是神的仆人。 那我们的角色, 就像当时候以无所教会的这些人。 我们也像当时候的保罗, 还有其他的这些福音工人。 那时候有一些人是在耶路撒冷。 有一些神的仆人, 他是世界各地到处逃。 那有一些是留在每个地方的教会里面。 所以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工作。 但是在所有的工作当中, 有很急的, 要赶快把它做好。 因为那个时间点过了, 就失去机会了。 那你是在这里固责。 那你就要把这些所有大大祥的事, 要全部掌握起来。 到时候你就具备有保罗这样的能力了。 如果你没有把每一件事情都掌握起来, 你没有办法做工作的安排。 所以我们的团队, 我们侍奉的团队, 我们都还在学习。 我们在学习, 要在我们这个会堂建立好之后, 要怎么样让教会在各方面都有制度, 有次序。 那每一年十二个月当中, 哪个月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要把它计划好。 那我们还要兼顾对外传统音, 对内的牧羊。 然后还要兼顾到, 要让每个信徒都成为被训练好, 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这个学习, 就变成是我们全部教会的弟兄姐妹, 大家要一起来学习的。 所以我们要继续, 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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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继续。 以后会有很多的工作, 你就会有教会的顾客人问你。 你能不能来帮忙这个工作? 那如果我们以前没有做过, 如果我们以前没有做过, 那你就跟顾客人讲说, 我很乐意做, 但是我不太会, 那你要教我。 当你永远做的心。 你本来可能不太会做。 这边做一次两次之后, 你就会有经验。 而且按照主耶稣对我们讲的道理。 你本来只会做一点点的事, 但是你乐意地愿意为主来做事奉。 主耶稣就会再把侍奉主的各样的恩赐, 他就会再加给你。 这也是耶稣在来以前, 三个天国比喻当中, 第二个比喻里面的事情。 你会有的, 您会再加给他。 你会不愿意做的, 您会本来有的, 您会把他抢过来。 那这都是我们弟兄姐妹要明白的, 神的道理。 我想透过保罗, 他做这样的工作的一个安排。 为什么要越过游所, 要来到米利都。 因为他掌握到在整个教会工作当中, 那个时候, 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要赶快去做好。 他掌握到事, 掌握到时间, 也掌握到人。 所以他做这样的安排。 那这就是我们新成立教会, 要学习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我们期待不管是我们专职, 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学习。 因为这会帮助我们教会更加的坚步, 更加的爱主。 那晚上我们就先查考到这里。 我们接着要一起唱诗赞美神。 二百一十八首。 二百一十四。 又是一张语音乐圣译。 一百四十。 二百一一。 二百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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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